我七歲的時候跟我奶奶一起回過東北的老家 還是有小時候的那個記憶 後來資訊的不是很發達 所以以至於我們兩家人就失散了四連老 奶奶 奶奶你要不要回東北了 東北對她的意義就像我奶奶對我姨姨一樣 你如果想到她如果突然離開這個人世界 我會突然覺得這是沒有家人 抓點土回去給你奶奶 她一直很想回來 這是我奶奶的一個生命的起源 我希望在她走的時候我可以為她撒下那把土 腳直包的好看就會找到好看的那個另外一半 理想中的對象應該要能夠引領我成長的人 大家對生活有個默契 然後對彼此有一種很超然的信任感 淡然的認為彼此兩個人的關係 哪怕能到明天都可以很多好的結束 這是一種很成熟的表現 我是王靜怡 我來了 你在哪兒 這哥們太聰明了 這裡是倫敦 我面前的泰晤士河 橫灌了包括倫敦在內的數十座主要城市 這個看似嚴謹的城市 每一天都在發生新的愛情故事 如同我們《非诚勿扰》的舞台一樣 我們不是第一次來到英國 但是這種等待的心情 依然如同第一次般熱情 讓我們一起期待 2014《非诚勿扰》英國專場 倫敦 好 傑爾 傑爾 歡迎來到江苏一世 韓樹莫菊《去骨水》《非诚勿扰》 英國專場 有請主持人孟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三年前第一次在英国举办了英国专场 当时报名的人非常多 那次非常的成功 时隔三年我们发现 还是有那么多的生活在英国的 单身的朋友们 青年男女 他们上这个节目的愿望非常强烈 所以我们今年的第一个海外专场 又一次选择在了英国媒体合作方 仍然是华文周刊 今天华文周刊的老板戴凯也在现场 首先感谢这个江苏卫视《非诚勿扰》节目 给我们第二次合作的机会 同时呢也希望我们英国的 来的男女嘉宾 能给广大电视观众们 带来更多的 有意思的英国元素 同时我还想借这机会 希望更多人能够关注我们华文周刊 当然 我们是一个有态度的媒体 谢谢 非常感激烈 我们非常希望看到 在第二次的英国专场 能够看到和第一次有不一样的地方 好了 不多说了 《非诚勿扰》英国专场第二季 正式开始 有请来自英国的24位媒体员 在这里 《非诚勿扰》英国人 《非诚勿扰》。 《非诚勿扰》 松一 上儿 24位女生 欢迎你们 请亮灯 海外专场的自我介绍的时间 可能稍微有点长啊 从1号开始 我是张伟华 来自英国伦敦 连英国专场 我们的1号那个女嘉宾的位置 依然保持了我们过去的传统 我是周雪 理想中的她是一个微胖界的型男 不过今天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 我才发现原来我还留恋郭德纲 是因为还没有遇见佟大为 你怕佟大为我们很高兴啊 就别把郭德纲来做垫背 大家好 我是2005年世界顶尖超模大赛的 中国冠军王岳 1号 潘小航好 今年24岁 我刚刚毕业于 牛津大学的金融经济硕士专业 我是12号女嘉宾徐瑞妍 画画是我的爱好 服装设计是我的专业 大家好 我是来自伦敦的东北女孩 我是李奥 我在下面干了半瓶红酒 然后现在特别紧张 我叫刘备荣 我来自伦敦 我就职于泰晤河边的超五星酒店 名字叫克林西亚 我们的英国专场这一季 来了18个英国的女孩 我们一共录制三期 平均按一期五个男嘉宾算的话 大家应该考虑一下 每个人的机会 好吧 我们的奖励规定是 男嘉宾第一轮亮相 获得不少于22展场 能牵手女嘉宾离开之后 都将获得爱情海旅游的机会 所有的心动女生 都将获得由精品佳教雪佛兰 心爱围殴送出的精品礼包 同时我们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 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 登陆《非诚勿扰》 在新栏上的官方微博 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和交流 各位女生 做好准备开始今天的节目 有请1号男嘉宾 大家好 我叫蔡卓翰 今天来自台湾 然后就读格拉斯哥大学 念房地产管理 蔡卓翰 欢迎你 好 礼物是吧 好 你快去 这方法比较好 能每一个人都看得很清楚 很多男嘉宾上来送礼物 都是出于这个考虑 所以又留了电话和微信号吗 这个是我就是自己在国外 自己去拍摄 然后自己做一个小设计 这都是您自己拍的 对 自己拍的 然后孟爷爷的这些 是我在你微博上面看到说 你去过的国家 然后把它每一个都挑一张给你 哦 这是查理大乔 来 谢谢你啊 可以选心动女生了 24位女生对蔡卓翰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谢谢 10号 蔡先生 你好 我是王岳 你好 你好 我非常喜欢你的礼物 谢谢 是因为我自己也特别喜欢旅行 然后每到一个地方 我都会给我 跟我的家人 还有朋友寄明信片 但是我的明信片 都是地方买的 不是自己打印出来的 这么有心 然后您送给我的是巴塞罗纳 也是我去过很多很多地方 最喜欢的城市之一 谢谢 谢谢 希望你能关注我 谢谢 好的 看第一条片子 我的名字叫蔡卓翰 来自宝岛台湾 从小我就喜欢接触不同的学习 喜欢音乐 也喜欢动手画画 或是做东西 求学过程中交了很多朋友 有球友 有酒肉朋友 也有义友 在青春岁月里 除了内在的成长外 外在也是越长越高 当然横向也是不断地在发展 本科的最后一年 顺利地从熊变回了人类 我跟开始尝试了 比较不一样的运动 譬如拳击 散打 也在当兵的一年之中 选择了最艰苦的仪仗队 退伍之后 我顺利地进入了一家 建筑事务所上班 但是工作的半年 发现我自己的不足 而转向再次求学的路 来了英国之后 我就读了格拉斯科大学 也在英国完成了一些 小时候的梦想 我不仅打了美式足球 成为了校队其中的一员 也代表了格拉斯科地区 华人篮球 打了联赛 更重要的是 我认识了一群 非常棒的大陆小伙伴 这些都是我从未接触到的生活 今年我更开始尝试了 独自的旅游 当一个背包客 从圣诞节开始游走欧洲 大部分的朋友 拍照放在朋友圈里的照片 都属于比较呆板 或是没有特色 而我个人比较喜好 找点有创意的情景 或是动作 来增添我旅游的画面 有句话说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礼物 也许对一个 比较不会念书的我而言 旅行就是最好的学习 哎呀 这个效率有点太高 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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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号 英国专场第一个爆灯的姑娘 我之前来的时候 我有朋友跟我讲说 那你是英国专场吗 肯定很多有就是条件会很优越的男生会来 说那你就要等到一个最好的 但是我是一个自主性极强的女孩 所以我觉得只要是我觉得对了 那OK 我觉得做人应该坦荡一点 我觉得可以 你觉得她合适 你喜欢她 最好 谢谢 给我们开了个好头 第一个男嘉宾 出来的第一条片子完了 就有女生爆灯 你看她已经做好了 现场的才艺表演 我要稍微说两句 待会儿我们能看到的大屏幕 出的一段视频 是男嘉宾自己演奏的钢琴和大提琴 我没说错吧 然后她在现场唱吉他 等于是一个人用三种乐器的合奏 这种形式以前我们还没有看到过 来 我们掌声欢迎 在 kickoffers Would you cry If I ask you to dance Would you run And never look back Would you cry If you saw me crying Would you save my soul I can be your hero, baby I can kiss away the pain I can stand by you forever You can take my breath away I can be your hero 谢谢 他这时候会三种乐器 如果他会13种乐器的话 他可不可以那12种 录在视频里边 他演奏第13种 像个交响乐团一样 可以这样吗 应该是做得到 如果我会的话 好 男嘉宾生活很有情趣 去了很多地方 一路还拍了很多 跟别人不太一样的旅游照 是吗 你觉得 就是一般的生活照 就是或旅客照 我可能会不会这样拍 就是找一些有创意的东西去拍 好 我们先看一下大屏上 给你看的是 我们场上的一些女嘉宾 她旅游当中的照片 这个是 挺好的呀 这个 这个是在埃及拍的 在著名的阿布辛贝神庙 那三个小伙伴配合得很好 谁的宠物这么有特点 7号 这是你养的狮子 对的 这是我之前 在非洲养过的狮子 是你自己养的 不是 那个 我当时在非洲的话 当过义工 教过那些孤儿 然后也是去养育狮子跟老虎 还有很多其他的猛兽 跟你刚才同校的那个狮子 相处了多久 大的那只 其实相处只是两天 但是因为它是hand raised的 就是人从小养大的 所以它就特别温顺 没有什么野性 所以它是吃素的 还是吃荤的 吃荤的 谢谢 这是那个我在比萨雪塔拍的 刚那样图就是我拍两次 你为什么不把那个喷泉的颜色 改成红的呢 这是在日内玩的 这个就不要改成红色的了 王晋怡 哈喽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你住台湾哪里 我住台北 我也住台北 真的 然后我刚才在影片看到的时候 就是我觉得你让我有那种 想谈恋爱的那种冲动 因为我觉得很汗颜 是因为我去伦敦念书 念了四年 可是我好多地方都没有去过 那我想要就是问一下 就是说如果我为你留灯 你会再带我去这些地方 再走过一遍吗 我觉得就我还蛮愿意 就是再带我另外一半 去就是这些地方玩 因为这些地方我都自己去走过 然后我的经验也是有的 然后我知道怎么去处理一些 就是怎么去订住宿啊 或是去订旅游这样 所以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那你的那个年纪的限制 在哪里 这个方面就是 其实我觉得只要能沟通 然后就是 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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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急好不好 数字 啊 犹豫啦 灭灯啦 3 2 1 几岁 6 7 7 7 什么起 比你大七岁 大七岁 可以 没问题 他今天是 你今天是多少 27 27 27啊 7岁 7岁 来 6号 孟爷爷你好 我想能不能问一下 男嘉宾的身高啊 你直接问他不就完了吗 帅哥身高是多少 我1米85 我去孟爷爷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这里有身材控 我其中是一个 本来他上来的时候吧 我就觉得 哎呀 文质彬彬的吧 应该不是我的菜吧 然后他走过来以后 我发现 哇 这身材了得 然后我就 当时我特别想说一句 我就说李奥不要跟我抢13号 谁知道9号就爆灯了 哎 每个人都还有平等 孟爷爷我能问一下 你就说要是从13 9和6里面 挑一个幸运数字 你觉得哪个会好一点 我不参与这项活动 你问他 你让他挑 你挑一个 就挑一个吧 我觉得都有 各有各的特色啊 我会回答问题 来 我们看下一条 我的恋爱经历有两段 第一段是在求学时期 彼此的默契以及理念 都相差不远 常常我们家会邀请他 一起来聚餐 但是四年之中 我却没有跟他的家庭 有过互动 也因为家庭背景 以及家庭的观念不同 最后选择了分开 第二段的感情是在工作之后 彼此与家庭相处的都很和谐 但因为年纪 以及工作经历上的差距 他觉得当时的我 还稍有些幼稚 造成了我们之间的一些阻碍 而终究留下了遗憾 在恋爱中 我属于比较温柔的人 我愿意陪着女朋友逛街 跳衣服 除了固定节日外 我更喜欢在日常生活中 增加一些点缀和乐趣 也因为念建筑系的关系 动手制作成了我 比较拿手的项目 我更认为 用双手做出来的东西 更有新意以及特别 我所喜欢的女孩子类型 并没有什么固定的类型 她可以是一个跟我个性 完全不一样的人 彼此可以做互补 也可以是一个个性 跟我类似的人 有着共同爱好以及相同目标 我是一个比较坦率的人 所以我也希望你是个懂得沟通的人 愿意和我分享你的想法和意见 4号 男嘉宾 你好 我看你的情感经历第一段时候 有点很触动 因为 他刚才说他哭点滴是吧 立刻证明了这一点 对的 因为我的前一段那个情感 我当时一见钟请我的男朋友 没关系 慢慢哭 没事 然后我是真的第一秒见到他 就已经甚至想到了 那个结婚的事情 然后但是后面因为相处之后 我们分手的原因 也是因为他觉得 我这个人过得太自我的 我没办法 如果我不改变自己 他家里面肯定会就不同意我 但是重点是我从来没见过他在家里 然后他就一言否定 所以最后我们就分手了 我只是看到这一点就很触动 不好意思 大家 我以为这个恋爱当中 和双方的家庭互动这件事 好像还挺重要 黄老师 你觉得你也是这个 以后也是做这 做账不良的 你也是 你也是 你希望未来的女婿 和你会有怎样的互动呢 我不希望 我觉得 你也是 你也是 童大位 你也是 以后 你想得稍微远一点 你觉得哪一种互动 是你觉得比较乐意看到的 对 我代表非典型的丈母娘吧 至少和我上一代的那个丈母娘 不一样的丈母娘 我真是觉得女儿长大了之后 跟我就没太多关系了 就不要互动了 他都没有什么 跟我没什么关系 更何况他男朋友和他丈夫呢 这个所以我觉得当朋友处就行 处得来就多处 处不来就少见 谢谢黄老师 对对对 谢谢黄老师 我觉得对那个黄老师 刚才说完我突然明白一件事 其实啊 这个做女儿的父母啊 就是特别不愿意接受一个现实 尤其是父亲 特别不愿意接受的现实 就是自己的女儿 跟另外一个男的跑了 除非你们俩疼会论嫁了 这个父母才会说出面怎么样 没到那一天的话 少带来给我看 对对对 烦着呢 我有事 我拍戏一句台词 我记得特别清楚 说25岁之前不准谈男朋友 30岁之前不准结婚 就是我戏里头有一个女儿 才上一年级 然后对 说了这么一段台词 这个不准 有用吗 不是 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该谈恋爱 该怎么着都可以 哎 拦不住 但是这个见父母 我觉得还是真的 两人定下来 再见 哎 就直接把那个结婚的请帖 告诉我哪一天 什么地方 我直接去 王月 我想问您 您建议身高比较高的女生吗 用台湾话就是很大只的女生 我想问一下女嘉宾觉得多高 我们可以比一下吗 我把高跟鞋脱掉了 你没回答人家 你介意身高这个事吗 嗯 不介意 哎 我想问一下王月 你的身高在你的这个恋爱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造成过一些困扰 很多困扰 比如 就是没有比如 找不到男朋友 我想让他举个例子 是你不愿意接受比你矮的呢 还是你看上人 对 你向他表达了他 嫌你比他高 我是想说 起码要差不多高一点点的 但是 这个男孩好像你们 哎 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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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看上去 特别好 谢谢了 谢谢了 9号 9号有竞争对手 就是你的邻居 9号 你打算跟10号拼了是吧 对 来 我觉得竞争好激烈呀 下个是吧 高兴这个人特别爱旅游 从来不按常理出牌 从来不拍游客照 睡过火车站 也睡过夜晚的巴士 一个人背着一个硕大的背包 就去周游世界去了 喜欢不断地挑战自我 对生活的态度 也是积极乐观的 我们俩有一个 共同的论文题目 这个题目很难 就在我都要快放弃 换题目的时候 Ocean还是一门心思地做了下去 最后得了一个很高的分数 其实他内心很温柔很细腻 你作为他的女朋友 他可以察觉出 你情绪上面的波动 这是大V在台上看到的 对啊 留灯最多的一次 就是到第三条片子完 大家情绪比较稳定 还有五盏灯亮着是吧 王静怡刚才好像有话要说 我刚才想说就是 哎呀 有点害羞 刚好抓住 你挠什么 你让我们注意 你中间有一截而没有是吧 紧张 没有 因为刚刚就是突然一下子 新人全部上来都在自我推荐 年轻的年轻 高的高 矮的矮瘦的瘦 你呢 突然觉得我晾在这边 好歹我也是老人 站了那么久 应该给我有一个优先的机会嘛 好的 你个儿也不矮啊 岁数也不小啦 对啊 不不不 这个不是一个 来来来来来 好 我要有几个问题要问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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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就是 因为站在这边认识男生的目的 当然有些是结婚嘛 相亲嘛等等 但我看到你的感觉就是 我有点想谈恋爱 然后我想要跟你确认几件事情 就是第一个 你愿不愿意我们是先从相处开始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的年纪是比你长的 你的父母会介意吗 因为我知道台湾的那个 你直接说大多少 我现在32啊 32 32 32 没有 我的意思是说你的父母吧 父母可能会不会有这样的考虑 好 那我最后一个问题不好意思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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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那个分手之后 会狗狗狄的人吗 狗狗狄就是 一直纠缠不情 就是可以分手然后很大方吗 假设我们在一起不适合的话 对 分手是大方的 OK 没事了 问完 你分手是大方 还是不大方的那种 大家可以回去看其他的 那个《非诚勿扰》的节目 就可以知道 我分手是大方的不大方 但没说那个啊 没说父母会不会那个 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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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是可以沟通的 对 好 恭喜你进入到了男生群里 上去灭掉两盏灯回来 有请9号女嘉宾 有请10号 15号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英国专程 第一个英国男嘉宾选择的心动女生是谁 有点特别 开大屏幕 嗯 我最喜欢穿一个人的心动女生 定了 就是喜爱宾 选心动女生的时候 我一看她选14号 我心里面还在想 哎 英国专程她干嘛选 我们这个国内长的女生 她是划过去 反正要划我的 按错了 不然这样想的人心很宽 看大屏幕 10项资料你选一项了解 我想看那个兴趣爱好 好 15号喜欢独立思考 喜欢整合很多跨界 或是不相关的事物 搭配成一门生意 还很喜欢在家看DVD 9号喜欢起码一个小怪 还别讨厌别人跟自己借衣服 14号喜欢健身 跳舞 唱歌 画画 看电影 开车 追兜风 也喜欢和狗一起玩 10号什么都喜欢尝试 喜欢挑战 可以攀岩 可以跳伞 希望未来会潜水 旅游已经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小怪癖就是要爱看大美女 身材好的女生很耐看 这个爱好很特别 最后一个问题 那个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们灭我灯和刘我灯的 就是对我的表现有什么看法 刘灯和灭灯的原因 是吧 很明显我是刘灯了 我对你的表现很满意 但是刚才我一直举手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是 因为我现在在伦敦工作 有可能你毕业之后会去伦敦吗 还是就回国 我觉得就是我也会尝试在国外走 这些工作机会 就是看怎么样发展吧 都可以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齐楚言 灭灵灯的原因是 我觉得我希望我未来的另一半 比较定性一点 无论是工作 生活 是比较稳定一点的 谢谢 9号 男嘉宾 首先我说 你看他们说的很没有底气 他们是留灯 我是直接爆灯的 所以不是你没有缺点 但是我既然在这儿爆灯 我就相信你肯定是最好的 而且我要告诉你 我是一个非常有品位的人 比如说我喜欢的明星 像大先生这种 绝对是属于实力派的 不是像那个偶像片那样 出来戴一家帽 背一个韩国书包 不是那样子的 所以你要是有品位的话 既然我都已经爆灯了 我今天看你牵谁走 谢谢 听完 听了这话 感觉有没有点压力 对 感觉你要不牵他 会发生一点什么事情 感觉如果你牵我的话 我应该立刻被这边擦死吧 我留灯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我觉得在台上 可能我目前是最年长32岁嘛 那来到这个舞台 我跟你在对谈的当中 然后整个感觉 我觉得还是蛮想谈恋爱的 就是有一种很年轻的感觉 就我留灯的原因 就这么简单 谢谢 最后9号还有话要说吗 我要补充一点啊 刚才有时候 有讲他个子很高 而且他今天穿的是平地鞋 他跟你一战的话 我觉得你好有压力啊 你看我穿一个这么高的鞋 我们俩身高一定很匹配 所以不要准备好的决定 坚持选的14号有可能被拒绝 剩下的另外三个女生 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位 想清楚告诉我们决定 直接过去 恭喜男女嘉宾获得了爱情海底鞋 虽然她有点高 可是反正她平时都穿挺厉害的 她说她不介意高个的 而且她也不介意说 我想去文尊找工作台鞋 我们俩身在不同一个城市 那我们就一起去爱情海吧 好啊 你们大家还记得 刚才我问10号什么来着 我说你这个身高找男朋友 有没有什么目的 他说我们不要举例 从来都没找着过 你来不就找着了吗 怎么可能找不着 英国专场一个很好的开场 邀请下一位男嘉宾 男嘉宾